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陈世莲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生活APP 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囤放在家中仓库的全新物品 一道大扫除的时候 用也不是丢也不是 结果继续摆着深灰尘 那么一摆就是好几年 不过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有趣的证物王 他是由四个七年级生所创立的 强调不需要交换 不需要竞标 就可以免费获得物品 他是从2009年成立到现在 已经送出超过200多万件的物品 从钢琴机车到指甲油超商点数都有 物资的总价值超过了新台币1亿元 名气之大连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40个相关单位 在日前也宣布加入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这几名七年级生投身这样的民间公益 而现在的推行状况又是如何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创办人之一的马玉如 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 哈喽 玉如您好 哈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玉如我看到你们这个证物网 我觉得很压抑 其实大部分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好像上网都是买东西 很少说有去免费获得东西 你可以谈一下你们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有创立这样子一个证物网的理由 你们当初的想法跟动机是什么 我当时就觉得好像大家家家户户 就是有时候东西很多 可能就有时候这辈子也用不到 但是你就是会一直留着 但是可能台北市住家空间比较小 你这样一直堆着也是很忧郁 那如果把那些东西就解放出来 给需要的人或是公益团体 其实大家都有帮助 对大家都帮助了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是比较 从公益的角度去出发吗 还是 就是觉得一般人也需要 就觉得一般人可以来交流 那公益团体也可以看看 一般人家里的东西是不是他们需要的 所以一开始就想说 公益跟一般人可能都会需要用到 我有看到你们网页上面有强调 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GIF543的证物网 他就是强调说不需要乙物义物 也不需要出价竞标 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些商品 所以你们这个网页是根本全部都不收费的吗 都没有收费 那你们那个机制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就你有任何不需要的东西 你都可以很简单拍照或不拍照 你就可以刊登上来 给需要的人索取 那可能是我索取或你说取 或公益团体索取 那就看那个赠送者他想送给谁 他可以指定要送给谁啊 对 他可以选择他要送给谁 然后如果是那个索取的人的话 就是网站上面你看到的东西 除非是指定给公益团体优先索取的 不然一般人都可以索取 是 那你们的机制上面是怎么运作的 就我看到好像你们还有一些点数是不是 我们是就为了奖励 所以想说证出东西就给一点点数这样 就是任何东西大大小小都算一个 你送出东西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记录 比方今年二月我送了几件啊 三月送几件这样 那你们这个这样子 收的物品呢 有没有什么限制啊 收的物品基本上只要不违法就行了 所以我可以讲的是说 它有点像是我们那个拍卖网站的那个概念吗 没错 它超像拍卖的 只是就都不用钱 那你们也不负责这个囤积物品什么吗 就是直接让他们这个 对我们主要负责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管理 就比方他们有纠纷 或是有人看真的不适合的东西 我们就会给他下架 或是去处理一下这些纠纷 那其实蛮少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帮企业跟工艺团体 比较进行大量物资的媒合 对这时候我们才会就介入 那你们这个 你们既然现在已经全职在做这个网页的 那你们的营收来源是什么 怎么样支撑下去啊 其实这真的是比较辛苦 因为这本身 我不可能收上架费啊 或是成交费 因为全部都不用钱嘛 对 所以说我们都是吃以前的存款为主 你现在就用以自己这几个 四个人 目前是五个人了嘛 对不对 对 就是你们自己的存款这样子在营运啊 对啊 那你们这样子花时间 然后又没有收入 就因为其实还蛮多热心的朋友们 会想说 我们也许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会有一点营收啊 所以反正就先做反正之后 有收入热到其次啊 再看看这样 那广告呢 现在有广告吗 广告我们都放公益团体的活动而已 所以也都是 可能也都是没费用 对 哇你们真的 我很佩服你们 谢谢 好 你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像你们成立到2009年成立到现在嘛 也四五年了 那你们看到目前就是说 我们在真午网上面说 那个收的物品呢 大部分都是旧的比较多吗 有没有哪些县市是分享比较多的啊 其实新的还比较多耶 超过五成是全新的 真的啊 对 很奇怪 我也觉得很奇怪 大家真的用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送出东西的话 最多的是双北市 就是新北市跟台北市 送出比例是12% 就蛮多的 其实就是城乡差距还是在 所以看起来台湾人 人情味还蛮浓厚的 超有爱心 真的 好多东西我都很想要 是 那你们目前这样子成立到现在 你们会员人数大概有多少啊 目前一般会员人数1.7万 1.7万 对 然后公益团体的话 270几件 270几件 对 就是都是直接注册我们账号 等于它有什么 比方需要二手文具 或是二手书 它就直接刊登 我们都会在首页给它做 最就是比较明显的曝光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公益的团体 我需要什么物品 我也可以在上面刊登说 对啊 所以它就 一般人也可以 其实一般人也可以 比方就是单亲妈妈 我的一般妈妈 她缺儿童玩具 或是缺奶瓶 你也可以张贴一个讯息说 请问有没有奶瓶 多的可以分给我 这样 是 因为如果我看到一份资料 我也觉得很压抑的一点 你当初是台大的中文系比特的 对啊 然后之后呢 到建设公司当这个专员 那每个月月薪至少20万 对啊 你那时候怎么会 你那时候怎么会下降的决定 来做这个所谓的证物网吗 你当时候都没有一些挣扎吗 当时想说反正就是先做来说 虽然大家都知道网站很烧钱 我也是做了才知道 比大家想象还要更烧钱 但是就觉得反正一件事嘛 当时还年轻就先坐在说 不然就再回去上班就好了 你那时候是整个就离职 然后就投入这个证物网 对 过程当中都没有完全挣扎 家人也都没有给你阻力 家人 家人就是当然还是希望 到现在都还希望去考公务员 觉得我太穷了 还是没有营收就对了 对啊 那你们其他的几位呢 我知道那有几位还可能是在 那个电信公司当副店长 还有医院我的护理师 还有是厨师 对啊 他们都全心投入了 所以我也只好闭嘴 不敢说什么 你们那时候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怎么讲 资讯的背景吗 还是都是完全是零 都零啊 到现在还是零 我们就是请工程师 外包工程师做 那这样我要问啊 你这个很危险 你们对这个 这个资讯那么不熟悉 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就一帆风顺吗 超辛苦 超级辛苦的 对 超级超级 因为工程师就 我们可能跟工程师沟通 有点障碍这样 然后又不晓得会有流量这么大 因为就是媒体一报导 网站就会刮掉 然后我们也无能为力 就算我们熬夜三天三夜不睡 我们也不会写出一行层次去解决这样 所以就是很辛苦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人数的估散就 流量就估散错了 对啊 一开始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响应 也很开心啊 因为就表示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 想送东西的人还多于去索取的人 想送东西还多于索取的人 对 现在网站一直以来状态都是这样 到目前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对 这个跟我们一般人印象中好像不太一样 就是啊 所以做了我觉得会观察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台湾人真的很可爱 然后比方我还蛮需要那个保温杯的 我就看了左看右看就好想索取 可是我就会心想说 是不是有没有更需要 是不是有社福单位 或是那个家境比较清寒的需要 然后我就不索取了 所以这个保温杯可能就放到隔天 大家都太离让了这样 那现在刊登的人大部分都会选择公益团体比较多吗 没有耶 还是一般民众的交易最多 所以这个政务网站的东西这个琳琅满目 真的 不过我看到不是说现在只有台北市政府跟你们合作吗 好像很多各地的一些比较公益的团体 还有一些公家单位也都跟我们网页这样子做合作 对啊对啊 很高兴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 这样希望物资可以准确的送达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例子让你印象深刻的 就是让你觉得真的台湾人那个很爱分享很有爱心的 有啊像前阵子超冷的嘛 他那个有公益单位就需要电暖器 他们是照顾那个老人的那个中心 结果他就收到电暖器就很快收到全新的 而且是从PC后买过来的 他是买新的来捐的啊 对啊公益团体还写信来就说真的太不好意思 他们就只是想说就是需要就是等于说求证 堪用的电暖器就好 怎么会会员这么好心还买过去 公益团体觉得很不好意思 说这也要可能要上万块这样 然后结果我们就去了解那个会员这样 然后会员就说就是没有关系 就是他真的很想做点好事 谁家也不是说刚好都多出电暖器来送别人 自己也在用嘛 所以他就这样捐赠 然后最主要就是公益团体居然还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会怕造成经济的负担 所以其实大家的人都很好 你这样子提我突然想起来 这样子我们有没有一个检验机制去知道这个 索取的人是真的有这个需要呢 还是你也知道现在诈骗很多 对 我们用什么机制去这个怎么讲 去审核这个过程 其实网站它像一个社群 那我们有检验的机制就是可能 公益团体我们都亲自走访过 要传那个立案账号来 立案证书我们才会给他开通 所以公益团基本上是OK的 但是一般人你说 OK我要索取这些东西 那我就假装我自己非常的贫苦 我只有三个小孩要养这样 然后或者是我索取来了以后 其实我是拿去转卖 那转卖的话 我们有一个网站有一群人非常热心 他们会特别去看 就是WiFi露天都会看说有没有人转卖 任务网送出的东西 超级厉害的 就是可能刷到过 然后大家就再也不敢 连那种拿去社区二手跳蚤市场的 都被发现过 连自己家社区 所以他们其实为了维持网站 就是比较只是真的单纯分享 不要说拿去有土力的行为 大家都很认真 所以他们比我们还厉害 所以就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可以放心 是所以我们的网站部分是可以监督到 掌控到的是 比如说你刚刚讲他的立案账号 这是公立团体 那其他的就是靠这些会员朋友们 就是主动的去帮大家去监督吗 我觉得也算 而且也算是一种互助 因为像很多比方 像我知道那个新北市新店区 他就会有一群人就常常互助 因为他们可能会约面交 然后就发现 原来就这么爱物习物 还愿意延续悟命的人 就住在附近 所以他会举办什么下午茶会之类的 所以其实因为赠送东西会有 不管是地址也好 或面交也好 他其实就会比较了解状况 说原来你真的是需要帮助的 原来你真的单亲 然后有三个小孩 他反而还带更多物资送过去 都没透过网站 他们之间就开始搭起互助的桥梁 那你们这样人力负荷的聊吗 你们现在才五个人 是 有一点点累 不过就已经没有钱了 没有人会来加入 好悲情哦 你 所以你们就是 目前还是这样子苦撑就对了 对啊 希望今年可以好一点点 对 你们这个做爱心 我们也很祝福你们 可以一路的往下走下去 谢谢 其实我也知道 其实你们刚开始 我们刚好谈到 就是说你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流量的时候 就已经估算错误了吗 是 那后来呢 我也知道你们因为这个网站无法附和 所以你们经历了两次的观战 那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后来又决定要把他这个网页又重新上线 观战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也会想说 是不是 就是观战我会乐得轻松 那等于一个月就节省十几万 我坐在家就省钱啊 我开网站每天这样烧钱 可是在观战的时候 就会有一般会员写明信片来 写信来 写email来 公益团体也写email来 都是说哇 公益团体会说 就网站一停 他们竟然目物资这么不顺 就是因为之前可能 大家会捐款或是捐东西 会挑比较大型的那种 可能基金会或什么 但是我们也服务很多偏向的协会 所以我可能听都没听过 但他们只是要什么 二手文具 二手书 二手衣 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官网 可能放一年也目不到 因为我并不知道那个东西 也不会去那个官网 但是网站有流量 所以其实就几乎就秒杀案件 就是可能缺二手书一下就目 所以我们网站一关 或甚至只要连线不闻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物资上 等于说就是很不顺 所以我就想说 哇天哪这么惨 那一般会员也说 他本来家有一些状况 都是靠网站大家互助 所以他网站关了 他就觉得很可惜 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 因为他现在经济装好一点了 他也希望 看灯东西出来送给别人 你看你听到这些 你是会觉得 就算花钱也沉下去了 你们也背负很重大的责任 不会啦 就只是自己愿意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些会员 或者是说这些公益团体 给你们的回馈 让你们决定重新的 把这个增务网又重新开启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很多人就是说 会捐这个物资给我们这个增务网 那其实目前看起来还蛮踊跃的啦 那你设计这个网页 在经营这个网页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说可以汇聚到这么多的善意 当时没有想到会这么多 但是会觉得应该会有人愿意分享 因为像我自己家东西还蛮多的 尤其我妈就很爱乱买 真的会有很多全新的包包 就永远用不到 然后如果我觉得他只是 就是因为你留着东西 应该是因为人不太愿意浪费 就全新的你不太想把他整个丢到垃圾桶 那你如果刊登上网站 然后你确实知道物品流向 原来公益团体需要 原来那位单亲妈妈需要 你发现你本来囤积在家的东西 可以这样分送 你会愿意还会挖出家里更多啦 所以我觉得网站 就只是让大家可以知道说 就帮助别人其实还蛮容易的 不是一定要捐了20万100万这样 所以其实这样子也是慢慢累积起来的 你们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说可以 当时没想到会想这么大 不过相信应该是会有 只是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 那你自己有没有印象当中 你觉得你自己觉得很感人的一些故事 就是说在这个政务网上面的 有其实真的太多了 故事分享不完 但有一个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就是一个会员他专门送布 我不晓得是开工厂还是怎么样 就会有多余的很多布 但是那一布你看放在家里 可能放酒会泛黄或什么 他就上网来赠送 但一般人也不会索取布 但偏偏有一位妈妈 我也认识 他就索取来 然后他有裁缝车 缝纫机 然后他就把它封成头巾 然后再送到那个癌症希望协会 给癌症病友当头巾 所以本来就没有用的布 然后有人捐出来 然后也有人贡献他的时间跟技能 裁缝 就可以把一个东西变成 癌症朋友的头巾 等于你们的网页就是一个媒介嘛 对不对 把这些人的爱心汇聚起来 对 然后串起来这样 是 那你自己现在呢 现在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的问题上面啦 你觉得你们这样子的理念能够撑多久啊 我觉得一直撑下去啦 真的吗 有没有预估说会做多久 那你们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 现在就是很幸运啊 就是跟社会局合作 等于说 刚刚跟主持人讲到很多物资 反而没有人索取的问题 希望是可以解决 因为社会局他们服务非常多的个案 跟一些平价住宅啊 什么富佑中信等等 所以这些他们也缺很多物资 如果结合的话 希望物资可以就是索取种 那也很高兴跟很多大企业合作 所以企业他们更多物资 又可以转给更需要的人 那至于中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 你说获利或什么撑下去 我觉得那就再看看吧 实事实好像真的 我也很在乎钱 一开始就不会做这个 是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形容你们是聪明的傻瓜 真的在做这个又没有赚钱的事情 然后整个时间 金钱都全新投入在这个网页里面 可是真的很好玩 我觉得好玩的地方是 我也只是就是做一个平台而已 可是很多像那些公益团体 就是每次都会感谢我们 其实我们都觉得很就是受之有愧 因为可能我们一个东西也没捐 是大家知道这个平台 然后上来看 然后就每个人顺手捐一点 不知道多少那种本来募不到物资的 那种台西基督教会 或是台东什么修女之家 他们都写信来感谢 说从来没有募满过 而且募到他们还要说 还在网页上面写说 就是在我们正午网写 请各位有爱心的朋友 把物资转给别的单位 因为我们仓库已经满了 所以我觉得那也不是我做的 所以我只是就是做一个平台 让大家可以交流 所以其实真的有爱心的是 台湾的很多台湾人 是 玉如你也不用客气啦 你们也都真的很辛苦啦 可是因为你们有经营 这样子一个平台 做媒介 然后大家才有机会去 奉献自己的爱心嘛 谢谢 那现在我们这个企业部分的话 有跟他们合作的 大概有哪些 物资来说的话 像今年会跟美联社合作 那他们其实也会有很多 多余的物资 像还有物流业 我觉得物流业 真的是对我们支持蛮大的 像那个全家便利商店 他透过网站 做那个全家电道店的 政务的分享的话 他就是每一件 会回馈一块钱给我们 然后新竹物流是 全省均衣价140块 然后也可以获到付款 然后他是在 等于说回馈50块给我们 所以就是赞助你们 对 他们自己也负担一些费用 对 那你觉得这样子 我们台湾的企业 跟这个民众 他们的爱心状况呢 我觉得也越来越好 大家现在都蛮重视这个问题 很好啊 是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是这个 GIF543 真务王的创办人 马玉如 那么我想这样子的 真务王呢 其实是结合了社会福利 还有民间力量 实现了一个物竞其用的概念 那也帮助了这个所谓的弱势族群 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资 那我们也看到 包括玉如这群年轻人 真的就像是 我看到那篇文章也 形容他们是 所谓的聪明的傻瓜 那么他们不仅仅只是想要创业 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们愿意发挥他们的能力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今天在节目最后呢 也谢谢玉如 跟我们分享这个真务王的故事 也希望你们的努力呢 可以开花结果 吸引更多人的参与 谢谢玉如哦 谢谢